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16日 这是今天第五场读奥典风节目 给大家谈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海外媒体万维网大纪元 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中共派商业干部当驻外大使有阴谋 他这篇文章介绍了一个新的动向 也就是在官场我们知道外交部始终是习近平没有完全掌控 而且情况非常复杂 因为他属于驻外单位 如果搞不好 对他们一旦施压过分 引起连锁反应 用于叛逃 而且在中共现在在国际舞台十分鼓励 内斗非常矛盾 中共这个统治摇摇一摆的时候 那外交官一般来讲都经常出事 所以习近平不放心 那么这篇文章告诉你 中共外交系统近年一个人事布局值得关注了 就是什么呢 商业管理经验的官员进入了外交系统 空降任职驻外大使的情况增多 这可能是一个备战相关的动作 就这篇文章的判断 我认为判断的不准确 仅供你们参考 我也是在这瞎想 他说半路出家外交官增多 习近平是参杀子 就今年5月9号 中共人设部网站发了消息 就任命叫赵志远这个人 为外交部部长助理 陆媒大陆媒体 以罕见半路出家的外交官 做标题报道这件事 他就讲赵志远 以前外交官都是从外语学院毕业上 或者是因为中国有很多学习外语的学院 很多的 有一些据说是中国国家安全部 在学校里就发现一些人 就重点开始培养了 甚至有的是从中学去培养 你比如说大连日语学校 日本语学校原先培养那些人 就是没做外交人员的 我怎么知道 因为有一些人赶上盲大革命了 就没有正常进入正常的学习途径 就到大连第15中学了 就有两个我熟悉的人 他就从那个学校转过来 也经常抱怨 那么中共一直非常重视 就是外交领域的人才 或者是一些领导干 因为这个特别重要 有一些可能从小 他就作为间谍来培养的 所以这个 他这个任命就是赵志远 这个远远不是什么 仅仅是残杀的这么一个小事 当然有这个性质我认为 我们来先看看 有这个作用 我们先来看看这篇文章 他讲的举这个例子 我们就拿这个人的例子来讲 他说这个消息是5月9号公共 赵志远是谁呢 56岁 他是威海 就是我们山东人 威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 他先后任山东省铸城市委副书记 高密市长 威坊市市长助理 以及威坊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去当公委书记官会主任 威坊市委常委 威坊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去官会主任 就曾经一直在山东地方任职 既当过企业老板 又当过这个 那么就企业老板是什么 还是郭企 又当过官员 一般这样的官员有特点什么 就是手里钱比较多 从政经验也丰富 所以呢 他这个 从这个组织的角度来讲 你像在胡温那个年代 他倒不太在乎 就到习近平这个时代的时候 他实际上对这些官员 他是很不信任的 一个不是他的嫡系 再一个现在国家这么穷 他就得搞钱 既打击政敌 又能够充实国库 何况是山东 大家想那山东谁的老草 山东 当然这个人就派他出去的时候 还没 我估计可能习近平的时候 还没被 就余政说得罪 但是在这个地方 还有赵克志 还有对立派多人 他肯定一直不信任这个东西 那么 所以非常诡异的 你要不相信 你再看 他这个 又到哪里去了 赵志远曾在西藏挂之三年 一般到西藏挂之三年 基本都靠到老胡和小胡一条线上 因为胡春华在西藏 那你去西藏去 走一圈你就知道 了解了解西藏的一些官员 基本都对胡春华印象深刻 至少是深刻 就他在这影响力太大 基本都差点人 那他在挂之三年 对不对 你就想想 还又是山东的 2016年调回山东 任东营市市长了 2022年突然把他调到 驻埃塞俄比亚大市了 24年5月5号结束 干了4年给他回来了 完了 有人就说他是商业背景 用他来准备打台湾 我觉得没有这种可能性 更多的可能性是什么 西民就对他们不信任 不信任的是我给你折腾折腾 你是外行对吧 到这个行业 以前你又是国企老板 肯定来来往往山东 那些就是这个经济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 那不都是他们搞的吗 好多企业 我看了好多报道 你看人民绕分板 我看了好几次都是讲 山东的企业在一带一路 就是非洲这个国家做的生意 做的了不得 有的非常盈利 尤其是工业企业有两个 那就是习近平及其团队 他要整这些关系 他怀疑他有腐败问题 甚至怀疑他们和海外有勾兑 你知道吗 因为有些人都来来往往走 习近平的思维就是这样 他就始终怀疑他的对立派这些事 包括李克强 前不久有人都没怎么注意 就是李克强为什么 就是这个习近平为什么翻李克强 这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 就是李克强早年和这个胡锦涛 他们都认识 他是奉勋团系统的 在海外又搞迷运 习近平那种心病 他特别怕中国就是变了颜色 他不是红二代吗 光二代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为什么这么大的缴劲 就是郭飞熊这个事 那不就是因为 你看那个胡锦涛写一篇文章讲 他们是好心 就由几个艺人是想救郭飞熊 就写信给李克强 所以说 写信给李克强 你这书生啊 就是很可爱吧 就是这个 你胡锦涛我接触我 那这全是个书生 说句话 离开中国太久了 你看他是好意想帮郭飞熊 我就写信给李克强 说放他吧 应该怎么样 就讲道理讲给李克强 李克强吓死了 李克强心里非常清楚 你可以推断一下李克强 该多么紧张 郭飞熊那个案呢 就在辽宁办的嘛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我 我06年释放 就管我那些国宝 就训我的时候 和我先聊天就讲嘛 郭飞熊这案 就广东是我们办的 我说我不知道 我都坐牢不拿支 你们搞这个名堂 你们就明白了 所以他这个 就是写信你没单 不但没帮他 那就更激起了西萍的回忆 你知道吧 西萍这个脑袋 他就是又啥事 都你想着敌对势力 什么怎么样 就他不这些人全是这样 就拨起来 都是这套 正式思维 固定思维 所以说由此推断 我个人认为 他这个把他派出去 并不是信任他 也不是要 也不是要给他换个什么阵营 有参杀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领域他以前都不是西萍 那就等于他听到了很多管理煽动这个官员的腐败问题 对的太腐败 他早就想整 照顾这些人 怎么整 他给你做这么一个你最好整 就是派你出去了 你看挺新人 他实际上他在海外特务老了 盯着你 每天你的电话 你的手 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盯着 盯着完他再看你 有没有把柄掐在他手里 我认为主要是这个 要一旦发生 比如他 这个 因为他老来来往往老做生意 企业老板 国企的大老板变成了这个官员 这个肯定是西萍营最怀疑的 最要整的 对不对 你看他 你看他为什么没有福建的浙江呢 是没有换岗位的 他准备换这个 你等会我给你讲下边你就知道了 你看他就山东嘛 他就 我认为他就是要搞这个名堂 就是把他把你派出去了 你这个是队里派的 李克强的县 搞不好和胡说话都有 赵和志这些人 那个余政生 你看这山东现在抓老了 是吧 他肯定怀这些人 而且手里还有钱 我就叫你到驻外 驻外你有一定的独立性吗 因为这些官员 山东人嘛 存朴 他防壁性差 他不知道 中午在海外 那个就是 为大使馆里面的眼线更多 二十四校都空着 就看你出去以后都接触什么人 你就钱怎么花 他长了细 仔细了以后 可以整理了 他咔 你掉回来 你掉回来 你就成翁中之别 你因为跑 你也跑不了 他早就盯上你了 你想那驻外 大使 那些残战什么的 我过去有些同学在外交口里跟我讲 那说心里话 你哪有自己的生活 人家就在整天二十四校都大眼珠都盯着你 没有任何自由 但你表面看有自由 你不知道青藏怎么出事呢 他跟那个傅小天在床上滚着 你不管是美国情报局 我都知道清清楚楚 用那个审讯文的郑宜强的话讲 记录在案 需要的是本军拿下来 因为什么呢 审讯我的时候 连我在就是大连日报工作期间 咱有个同学 就以前的下乡同学 都连都不联系了 他是到日本留学 他回来看我一次 他说到旅程去玩 我说我陪你去玩 那我不陪他 我俩坐火车去 他都知道我哪一天去 我都很震惊 我早就忘了 多少年了 他说你哪一天有同学从日本来 你和他啥关系 我说啥同学呀 他留学了 怎么留学 我给你讲 他一看没什么疑问了 我要告诉你 就共产党搞这套东西 你都不知道 等你给予这经历就吓死你了 你觉得好像挺自由的 无时不刻在他的 就是情报部的监控下 你何况现在 习近平时代 那更是猛上加猛了 我要讲的是什么 这个人 这个赵 叫赵志远 我认为 他不是什么 详细篇文章的 分析 他给他 打台湾 我别多讲了 有些人 他根本都没经历过这些事 他哪知道这些事 打台湾用啥来打呀 不是这么回事 他就是那一道 习近平的重重重的整人 要把对立派彻底扫地出门 尤其是这种干部 你看他怎么讲 他说这几年 中共一批非外交系统干部 或围着派出出外世界 他们基本是商业背景的观点 看见没有 你有了钱以后 就看你和这外商出去以后 都搞什么名堂 他给你把柄抓住 然后再慢慢玩你 让你回来 赵志远是其中一个很快获得提升 仅在二年 就有多名中共 提升你别着急 他整他 随时他就给你抛出来了 他不到时候了 他不知道钓哪个大鱼了 但习近平有的是耐心的 就他手下有一批人就干这个 就中纪北盯住 山东是一样啊 山东现在那个葛辉金不在那看着吗 是吧 说仅在二十二年 就多名中共的商业干部 或驻外世界 如 你看见没有 又是山东 你看见没有 他这不弄福建的浙江 你讲不听的 下面他这不整 哎 这问题就在这里 山东省农业发展 信贷担保公司 党委书理董事长魏华 担任中国驻越南 胡志明 总领事 看见没有 也是有钱 你农业 农业这口 说不定是王岐山的馅儿 对不对 余政生王岐山推荐的 你看那个余政生 不是那个 王岐山和胡春华两个 还到湖南一个代表团讨论 那证明他还不是一般 官员之间关系抽出来 好的都不是有嘴 你拿嘴天人 谁打理你 都互相肯定全是办事 你比如说胡春华 王岐山的人 肯定推荐个胡春华 就在西藏认知 胡春华的人 可能也求王岐山认知 就这么个关系 他那在那处好 他财亚代表他肯定想 你上哪去讨论讨论 这样吧 乍拉一块上湖南去 好好好 你才能去 对不对 你想想这些事都是迹象 你就开出这个 中共上层的官员 这个这个 关系非常复杂 那习近平也不先早定入了 可能习近平就下一个总的方程政策 犯是对立派 咱们却给他收拾干净 妈 别这么闹事 给咱点个整进去 对不对 所以他动作很大 他又是一个山洞 你看见没有 对吧 我讲到这以后 你看 信号没了 我再重新点 他的钉子 我跟你讲 你看他讲 他担任什么 还担任北部湾 广西经济区 规划建设官员会合作处处的 东信边境经济合作区 官员会主任的 黄世芳 你看 任中共驻马来西亚 这个巴州首府各大 看见没有 你看广西是哪里 六七宝的领地呗 你这一下就明白了 如果你不相信 下一个例子更说明这个 你看 曾任凡垄断局副局长 山西省商务厅厅长 山西省长治市民副书记的韩春林 出任驻罗马尼亚大使 这不要整整整整 胡家天下令家的 这就是打击共产团队 他意思他这个人很能干 还值得认知实验厂 他也是当过国企的老板 一样粮食局 山西商业厅厅长 那绝对是有权 手里有钱 你钱没少整 对不对 我给你派出去 派出去我看看你有什么 有什么名堂 礼物外联 有没有什么 就是 这烂七八糟事 给你掐入把柄 因为人都是这样 给你派住外 挺高兴的 我住外这下的 他也 他也 他没接触情报系统 不像咱们被安全局诊过 才在指指这个名堂 他也 警惕性也差 可能在中国的海外有 有皮特务 专门盯着他们 把信息汇总给中纪委 向西平大概做个汇报 是吧 想把别人给你掐手 你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官员 明明西平在这倒行你 是胡作非非 你看见西平都吓得不行 啥原因 你那个小乙味根 你拽得紧紧的 对不对 每个人心都明明白白的 你再看下一个 山东省土地发展集团 前党委副署义总经理陈道江 出任中国驻亚美加大使 我这不才去了 亚美加 那都很好的地方 我跟你讲吧 我去游船 去一次 我是再不去了 我一看今天这个报道 中共的野和鞋首饰这么长 我现在哪也不去了 这个西平 我发现他奋了 西平 这个西平有点像斯大林晚年了 我跟你讲 斯大林晚年不就派特务 到阿根廷 把那个托勒斯基干掉 是吧 就是售美的一个油菜 就送信里 在他新乡那个地方 麻糊最后给他碍杀了 就像习近平现在 我发现 把中国共产党 变成了一个全世界 一个恐怖组织了 吓死人了 我跟你讲 你看他 他这个人 山东省土地发展 前党委书记 你就想 习近平团队不钉上 早就钉上了 这种人肯定手里有钱 他心想 你有钱 又是余政生老曹 又是赵克之老曹 他一直对这个 就是 这些事搞不好就王小洪干的 给他建议 大哥给他们全调到外 外 到这个诸位世界 这样他 咱们就便于控制 你看出任亚美加 你亚美加那小地方 我去知道 中国去十个警察 就秘密特务就行了 一切了主之掌了 那个地方确实是个好玩的地方 是吧 亚美加 是长期在商务部工作的 商务部办公室巡视员 王学坤 这一样啊 商务部 薄熙来的老曹 薄熙来的商务部长 肯定纵用这个人 肯定有人汇报 他这个不可靠心 给他派得住 在定住 什么打台湾 他能打台湾 他哪打台湾够格 他说 中国红二代 红色后代势力占据外交系统 以前大部分都曾庆红 曾庆红他的老婆不就是 国家商检局驻 纽约办事处主任吗 我听一个 某某人和他打过交道 是吧 那个朋友是倒那个就是 就是那个 废旧报纸 在美国收的废旧报纸 倒到中国 完了 这个这个 曾庆红他老婆办那个就证 办那个许可证 我就不许讲了 因为都是孤证啊 这种人在海外多得很 随着真的假的 说后来 柯伯出身的外交官增多 又以外交部校园出身的不同 形成不同的派系势力 例如北外 这是一个北京外语学院的派系 北二外 北京二 第二外国学院派 北语 北京语言大学 上外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国 十四个省市自治区 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 学校多着 哪个省有个几十个学院 有的城市就 你要大连学院到好几十 都有啊 这不算什么新闲新新闻 王仪就是北二外派的这个帮助 也就是他这个里面肯定是派系淋漓 而是贪腐特别严重 一带一路搞不好 就是个洗钱的机器 咱也不太清楚 是不是西家也参与 咱不太清楚 但是肯定这是 这里就是无敌的 就赞助海外 就包括非洲这些 这个基金 那个基金 百分之三十 这一半都被贪贪物理挣走了 我就跟你讲 你就看海外的 咱到美国 我认识好几个美国 我认识好几个朋友 在美国地产经济 他们跟我讲 他说 他们就中国人 就现在不太行 因为前几年是买房子 你就没看 就白色萝卜一样 成片的 有些人的钱哪来的 你想想 这水漂来的 就是基本他们这个系统 我跟你讲 来太容易了 所以他这个 基于上述情况 本人认为 他这个就是 其实内斗 不是一个什么 像 这篇文章分析 什么要 通过这个方式 什么国动委 又是秘密打台湾 你想国动委 哪一年不搞 我在大列日报工作的时候 咱们的同事 都不愿意参加国动委的 就是那报道 为什么 去了就是演练 每年都是这套 解放台湾 什么 吃顿饭 把整天浪费时间一整天 年年都有武装部 咱们都输得不得了 你想旅顺那些 就当地那些驻军 哪个哪年不搞的 什么国动委 所以 我就说什么 就是 这个不靠谱 真正靠谱 就是内斗 习近平内斗 习近平整人 这个绝对有套 因为他把人抓住 把被整了 他哪怕 把那个利剑悬起来 他不抓你 你知道了 他抓住你 你基本上就完了 你就想想 你想他这招有的事啊 尤其是山登观场 先进去老了人抓 现在是成重灾区 说为什么会余政生牵头搞他 可能和这也有一定的关系 就余政生手下 一批派系都山东 都对习近平有一些 说大哥 再不给他整 去中国就完了 党就完了 这确实是这样 为了救党 余政生也为了保住他这个 红色天下 是吧 在金钻会议期间搞了一下 非常可惜 就是两天四天 如果像这一次 他外访是六天 基本上李克强派系就斩山峰了 这么咱们平行而论 如果李克强派系斩山峰 给他整下去 应该讲 再和美国搞改革开放 多到少还能骗一部分 美国的政要和商界 华尔街的老板们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作用了 美国不相信了 真的 所以习近平这么吓得下去 就是共党崩盘 其实是个好事 他们斗的越激烈越好事 这也是一个政党 由心而碎 是吧 一个避难的过程 一点都不奇怪 好 谢谢 再见